台北今年漫入建城130周年 清朝从1884年开始 在大稻城和Manga之间建造了台北城 130年来台北从5万人的城市 变成今天270万人的国际都会 带你一起去看台北百年来的演变 小朋友坐上传统的三轮车 前面的荧幕播放出新门红楼 从日之时期到光复的过程 台北建城今年迈入130周年 文献会特地在树心会馆 以及空军司令部旧址两个展区 用老照片跟互动装置 带观众坐进不同的交通工具 洗说台北老故事 在树心会馆那边是记忆台北 然后在这边是飞越台北 所以这两个时期我们用战后这个阶段 来把它分成两大块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定调为一个新一个旧 所谓旧就是把现有的文物 然后经过树维画 让它透过新的方式呈现给一般民众 1874年日本人派兵攻打原住民部落 爆发牡丹社事件 清朝为了抵抗日本人的侵袭 1884年建设了台北城 其中各个老城门象征了当时的规模 以及都市发展 主要出入口北门 又叫做城恩门 是清朝官吏进出台北城的必经门户 目前留下来的四座城门中 只有北门以原貌保留 而遭到日本人拆毁的西门 拥有台北城城门中最华丽的双层楼阁 建筑设计团队特地用装置艺术 重现当年的西门意象 除了城门故事外 还展出台北的老照片 光复后的西门丁 从兴盛的中华商场 逐渐变成今天大家熟知的样貌 而19世纪的台北车站 也变成今日三铁共购的庞大规模 它就一路从整建复兴 然后慢慢走过我们的这个辛苦的岁月 然后到慢慢的繁华 那这个繁华当中 其实交通动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交通动线或者是交通载具的 这个飞快的一个发展 带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跟各方面的发展 这些老照片带观众从五大城门出发 跟着台北一起走过130年的历史